台灣被稱為洗腎王國 不過有八成慢性腎衰竭患者 抗拒先建立血管通路 洗腎時就必須以中心靜脈導管來插管 其中超過四分之一的人 會發生靜脈阻塞 導致手部又腫又脹 甚至皮膚潰爛 導管在血管裡面 它其實隨著血流它會晃動 它不斷地去碰觸 這個中心靜脈的血管壁 它會造成一些微細的損傷 那這些損傷一直在累積 其實就會造成這個靜脈壁 它會纖維化 傳統治療中心靜脈阻塞 多半以氣球擴張術撐開血管 但血管壁早已失去彈性 幾個月後又會阻塞 手部腫脹復發 影響洗身效果 動脈壓力它是一直會持續 所以會腫到非常的厲害 腫到後來 第一個部分就是 甚至腫得厲害 他的病人的指端也會發黑 因為靜脈高壓 動脈的血流就進不來 國內醫界開發出 人工血管覆沒支架 先把血管打通 再用支架撐起來 避免組織回縮 通常率達8成 但需自費7萬元 病患還是得考量 經濟負擔 帶一新聞蔡林楊佳明 台北報導